大家主日早上好 今天讲到命为道成肉身的基督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主 毕竟今天是主日 而且这个主日恰好是圣诞节 这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正如我们一再地被提醒的那样 我们庆祝圣诞节不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实际诞生的日子 而是因为耶稣降生 尽管我们不知道他降生的确切日期 因此我们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真理 欢庆五 我们对圣诞节礼拜的理解的明确声明 我们对圣诞节礼拜的理解提出了一个问题 其中就包括为什么庆祝他降生对我们如此的重要 这个问题是圣经中的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圣经中的耶稣是神人 那么圣经信仰是否相信神道成肉身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是神人 他是如何道成肉身的呢 如果耶稣是一个人 我们就会明白他一定经历了所有因而诞生的过程 如果耶稣的降生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相信他不仅仅是人 而是神人呢 是什么使他成为具有两种本性的人 那就是神性和人性的人呢 或者是神人呢 这是一个真理 我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由同真理所生 因此一方面我们因他的肉身 因此一方面我们因他在肉身中出生而欢喜 我们通过圣诞节礼拜为他的降生而欢喜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欢喜鼓舞 另一方面就是耶稣降生的真相 具有深刻的神学意义 我们必须记住的两个神学术语 那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由同女所生 这两个神学术语是互相关联的 都必须承认和相信 今天让我们考虑一下 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所承认的 当我们研究二世纪早期基督徒的交易的时候 我们发现人们一直相信同女生子 事实上它是罗马洗礼信条的一部分 这表明这既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又是基本的教义 到公元110年 一格内修师明确地教导同女生子 他当时的地位和知识 证明这个学说有很深的根基 教会的敌人否认同女生子并不奇怪 但他们的其他解释都没有历史的证据 那些自称是基督徒 但否认这一教义的人 都是出于有缺陷的基督论 例如幻影说 他们认为基督根本没有出生 还有收养主义 他们认为耶稣在洗礼时被收养 我们今早上读到的经文非常 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清楚地 让我们知道 当天使报喜和玛利亚怀孕时 玛利亚她还是未婚的同女 我们可以从经文中找到一些 关于同女生子的直接暗示 玛利亚是她与未来的丈夫 约瑟在一起之前怀孕的 在第十八节我们读到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 下面她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允许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当时他们已经订婚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允许 玛利亚借着圣灵生了一个孩子 玛利亚承认不是因约瑟而是圣灵 这不是认为的是神的作为 约瑟对玛利亚的胎儿有清楚的见证 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私下羞她 我们从这段经文读到 约瑟是个义人 这就排除了她是一个违法或对她所做的事 撒谎的人的任何可能性 约瑟是一个体贴的人 她不想给玛利亚带来任何羞辱或 尽管她可能认为玛利亚犯下了犯肩并怀了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再来我们也知道 约瑟使自己和玛利亚保持洁净 在第十五节我们读到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的她生了儿子 我们在这段读到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这句话暗示罗马教会关于玛利亚 终生是同真女的论点 完全是错误的 约瑟和玛利亚 在婴儿 耶稣出生之前 约瑟和玛利亚都没有任何身体上的 亲密关系 天使的干预是说服约瑟取玛利亚 为妻是必要的 在二十节我们读到 正思念之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汗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运势从事里来的 主的使者在此 解释并说服了约瑟的 的疑问和怀疑 那就是玛利亚成运是神的作为 约瑟的见证是无限可及的 圣经宣告 耶稣基督由同于所生 这是无伤量余地的 在第二十三节我们读到 说必有同于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里义 同于生子源于神的智慧 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拯救他的子民 耶稣基督是同于所生的圣经 真理是建立在神的神圣权威之上的 在第二十二节我们读到这一切的事 神就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同于生子虽然是不可思议的神迹 但这只是应验了神自己的话 他的先知曾在旧约中谈到 耶稣的降世和神迹的诞生 因此耶稣由同于所生的真实性 与圣经的真实性相辅相成 甚至更紧密地与神的权威相辅相成 如果神说出他神迹的计划 那一定会因验的 神在玛利亚父中造的一个生命 神在玛利亚父中造一个生命 并不能因为神是从无中创造 整个世界的那一位 神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相信神是造物主的话 那我们又为什么会怀疑神能够使 玛利亚成运呢? 神他用尘土造人 赐他生命的气息 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 如果关于他的圣经历史是错误的 圣经就不能 那我们就不能够相信圣经 而且圣经的可信度就会被剪除 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宗教和理论的书 圣经是建立在历史特殊性之上 耶稣基督由同女所生 是基督教的基本教育之一 这因为这接受同女生子的教育 是我们当代社会信仰的良好业尽时 没有同女生子的记载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 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 然而我们不知道 他是如何没有罪的来到这个世上的 我们可能会陷入许多不劳而危险的财测中 同女生子对于基督的无罪是比较的 否认这个教义就是 否认基督完全的人性 或者否认他生来是没有原罪的 圣经只介绍一位耶稣基督 他就是借着圣灵在童女 玛利亚品类成韵来到世上的 大英百科全书对道成肉身的定义无下 道成肉身一词 卡罗也就是肉体 可能指的是三一神的第二格位的神性 与人性结合在圣母玛利亚的腹中成形的 或者两者在耶稣身上结合成为永恒的事实 这里说到耶稣不仅是神也是人 耶稣是神人 他是一个人有两种本性 这就是神圣的奥秘 耶稣基督是一个具有如此难以令人理解的独特的人 否认耶稣的人性的人 否认神道成肉身 可能他们无法相信肉身的神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 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恰恰是我们不得不相信的原因 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不可能是人意念的产物 而是神的作为 因此神向我们启示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在一章第十四节中被识别出来 道成了肉身 因为耶稣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那么那些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人 否认神 否认神的话 否认神的先知 并且没有永生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到叫人都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一样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再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 而子知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以及约翰二书第一章七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 以基督的 以及第九节 凡超过基督的教训 不长守着的 就没有神 长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 又有子 所以基督徒都会承认 道成肉身 耶稣就是基督的 马太尔见证了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 我们在二十三节读到 说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仍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这里我们 知道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 如果道成肉身的 如果道成肉身 不真实的话 基督的一切教训 都没有价值了 基督的工作 就是只是 无劳的 确实如果没有他 在十字架上的死 没有人能进入天堂 更不用说 竭尽天父了 除去了道成肉身的事实 基督的死就变得 不比另一个人的死 更有价值了 基督的复活就成了 就变成了一个 预言了 如果我们所爱的人 已经在主里死了 我们就怀着希望将他们 安葬在坟墓里 但我们这样做是 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而且他战胜了死亡 然而如果道成肉身的 交易是错误的 那么基督还在坟墓里 所有的人都还在罪中 一切希望都被破灭了 既然基督的教导和基督的工作 都赖于道成肉身的真理 那么我们就开始 如果基督不是同你所生的 那么他就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而是一个具有与所有其他 亚当受造物相同的罪性的人 如果我们否认同女生子 在书中的书中 我们也认同样的 同样的预言 及其应验 我们发现基督的降生与预言 完全一致 重要的是要记住 同女生子 只是道成肉身的方法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圣经中 最宏大的圈岗 神是永恒的灵 天地无法容纳他 他的神圣之美在玫瑰丛中 他的灰黄在群星之间 他是全能的 他是永恒的 他是不可见的神 他打开了他国度的大门 从永恒中走出来 脱下了他的光 披上了肉身 像我们当中一人一样 来到了世间 这是千古不朽的神迹 一场世纪之战 就直展开了 对犹太人来说 道成肉身一直是半脚 对外邦人来说 道成肉身一直是半脚的 但是那些相信道成肉身的人 这是神的能力 以及神的智慧 而这又何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呢 主有难成的事吗 如果神要这样显明自己 有没有人会对神说 他不能也不会这么做呢 如果神知道 人正需要这一种对他自己的提示 这不就构成了 他会赐予他积极的证据吗 什么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呢 在基督的身上 神的美德得以显现 神的爱得以结晶 无形的变为可见的 抽象的变为具体的 真理具体化并活在我们当中 神这无限的灵 从他荣耀的宝座上走了下来 进入了人生命 生活的生命层面里 基督必须成为人 才能作为君王 我们在三母耳记下 第七章第十二到十六节中 找到关于这个真理 的明确陈述 撒摩尔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 你受处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胃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 殿与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诺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 折打他 用人的鞭 折罚他 但 我的慈爱 人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 建立你的国位 也必坚定 迟到永远 在这段经文中 在这段经文中包含了三个基本的思想 第一就是圣经说大卫的后裔要为主建造电雨 第二 圣经宣告大卫的后裔将拥有永远的国和国位 第三 各事实就是大卫的后裔与神建立了儿子的关系 and finally that dispersed and scattered the nation of Israel was coming back to the land of Israel and declaring itself as a nation only in 1948 so then how come this promise is talking about eternal kingdom eternal kinship and eternal throne that's the beauty of this Davidic covenant and promise in this passage there are three basic ideas number one it is stated that the seed of David will build a house for the Lord seed means descendants in the second place it is declared that the seed of David is to have an everlasting throne and kingdom the third effect is that a relationship of sonship is set up with God for the seed of David Solomon David's son said in 1st 1st 2nd I have assuredly built the new house to begin to assemble the place for the Lord to my Lord it is interesting Solomon built a house we know that that is a temple and this is a house and Davidic covenant says that David's descendant is going to build a house for him then what kind of ho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house is supposed to be eternal for the kingdom his kingdom but we know that in 586 BC Jerusalem temple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the remnants the captives came back to Israel and they rebuilt a temple smaller size we call it as a second temple then later on King Herod built and expanded bigger and that temple was built only to be destroyed by General Titus in AD 70 then what kind of house is he talking about Solomon's temple was destroyed and gone but at the same time God promised to David that his descendant is going to build the house and it will be eternal is there any discrepancy in God's prophecy or God's promises this prophetic utterance well Zechariah Zechariah 6 12 says and speak unto him saying Thus the speaketh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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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 shall throw up out of his place and he shall build a temple of the Lord so we are talking a descendant of David is going to build a temple and this temple cannot be a Salamanic temple because w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to hundreds of high differences in his local Christ this prophetic utterance primarily refers to the ancient temple of Solomon but it also speaks of Christ's earthly body Do you remember when the Jews accused Jesus for blasphemy one of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Jesus was that he claimed that he has power to destroy the temple and within three days he is able to rebuild it and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he was referring to his own body 你们记得 在新约中 耶稣基督 他说 他将 毁掉 圣殿 并在 三天后 重建的圣殿 这就是指向 圣殿为 耶稣基督的圣殿 大卫的后裔 要有永远的国位和国 历史表明是上的 王朝主 是会灭亡的 大卫不认为 这个应许是有限的 撒姆尔记下 第七章第十九节 表明了 大卫认为 这个应许的实践 是 未来的 是 我们这样读到 主耶和华呀 这在你眼中 还看微笑 这就是人所承认的事吗 所以注意哦 这里就是 以仆人的家致于求远 Is this the manner of man or more to God In other words God made his promise or the fulfillment coming in the distant future Psalms 89 verse 4 29 verse 36 shows that The throne and kingdom coming at the church of David with an everlasting possession 既然世上的王朝都会毁灭 这个预言实现的唯一可能方法 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是永神的 除了主徒之外 肯定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品格 The genealogies in Matthew 1 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 都表明了基督与大卫的关系 基督的合法父亲 也就是约瑟 他是大卫的儿子 Mary his mother was also a descendant of this person David 因此耶稣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 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被誉为大卫之子 这是弥赛亚的称号 所以所有的旧约御员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里面了 Man had sold himself to Satan And Christ came to redeem him He himself becoming a man 堕落的人把自己卖给了撒旦 但是基督基督成为了人来就说了 谈到基督工作的这一段 耶稣深爱得华之这样说到 首先我会考虑基督取了我们的本性 使自己有能力 就属我们 这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虽然基督作为神 对这项工作来说是 如果基督只留在神性中 他就不能拯救我们 这不是因为神性的任何不完全 而是因为他是绝对和无限的完全 因为基督仅仅作为神 既不能服从也不能受满 所以基督要拯救人的话 他必须先成为人 这在道成肉身就实现了 再来 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一个富有怜悯 和信实的打击师 如果圣子没有成为人的话 就不可能成为 就不可能成就基督的工作 基督作为人代表 基督作为人的代表 站在神的面前 耶稣是我们的基督 希伯来书第七章 表明亚伦圣子并不完美 如果在这个基督下 一切都完全了 那肯定就不需要再来一个了 但是因为在旧制度下 需要不断的先进 并且因为这个基督下 人永远无法完全地死尽罪恶 基督人讲是 过着完全地生活死亡 并从死亡复活 圣天如今坐在神的御边 坐即是藏在神的面前 to find their own ancestors which one belongs to the tribe of Levi except that Kohen the last name Kohen in Hebrew means priest so probably that person with that name comes from that tribal line if under this system old time priesthood system things were made perfect there surely would have been no need for another to come but because under the old order there was need of the continual offering of sacrifices and because under this system the person could never be cleansed from sin perfectly Christ came to the earth lived a perfect life died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now he'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re to abide continually as a priest so he's interceding for us continually and eternally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他在神面前做祭司 做我们的祭司 在希伯拉书第2章第14节 中我们记得了 一个人去又被很多人 故事的真理 那就是 儿女同志同有邪恶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邪恶之体 特要接着死败坏 那长死神的 主耶稣基督 他死了 他的遗体被安藏在一个密封的盘密的盘木里 He arose and by this act made assure the defeat of Satan Through His incarnation Jesus linked the perfect life for us 耶稣基督他复活了 并这一个行动 败坏了 赤坏 和死 通过耶稣基督道成 入生 耶稣他为我们过了完全的生命 为我们的罪 并从死里复活 藉此他也将我们从罪 从死亡 从撒旦的权势中拯救出来 耶稣成为了人 是为了将我们从罪 拯救出来 从基督事宫的预言方面 可以看出道成陆生 约翰福音第14章 菲律要求 耶稣将父显给他们看 耶稣对此的回应是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道成陆生 正如把太福音第11章27节 所表明的 是将父呈现给人看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 我们可能对神的爱 有所理解 当我们看到圣子道成陆生 在人手下 饱受淫如 而使当我们看到这一切 并意识到这一切的发生 是因为神对人的爱 我们才能开始 理解神的处信 因圣子将是将正式性展现出来 我还有最后一个想法要分享 即便这是我最后一点 但也是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更像是我们可以 从耶稣当生的意中得出的利用 耶稣是我们以马 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通过同理 但生成为肉身 使神成为肉身 与我们同在 成为可能 这种可能意义深重 我特别想要分享的就是 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精白 因为祂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是神人 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二节读到 神与我们从体述录第五章第十二节读到 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我们赞颂的 我们在今生充满信心和有极大的安慰与神同行 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 甚至成为了人和我们一样在各方面受到试探 但却没有像我们那样犯罪 耶稣基督他能够忍耐 他能够耐心底忍受我们的忍若 我们被告知耶稣他了解我们的经历 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因为他借着苦难学习了顺从 所以他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 并接着他的死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耶稣基督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 不是一个小教育 他跟他试授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因此圣诞节的信息必须是对所有软弱和灰心的人的 安慰的信息也是对所有不认识他的人 劝勉的信息 要他们回感相信神 圣诞节的经验的关键是神的救助计划 我们不应该忘记同于生子 而经历到神陆生的重要性 这是神设计来拯救罪人的 而是神认划是与我们的重要性 而是神认划是与我们的重要性 而我们能够帮助到神的重要性 而我们能够帮助到神的重要性 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旅行 我们的重要性 也不会使用更多之位 也不会说到神的重要性 也不会使用更多之位 也不会使用更多之位 他不会给下我们不管 神格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在 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 耶稣他是 耶稣他是看不见的神的现象 我们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 认识耶稣的人就是认识父 耶稣是神的化身 而耶稣是神的化身 耶稣在这盘时上建造了他的教会 地狱之门是不能将生他的教会的 阿里路亚 基督将生在这里 他是我们的唯一救主 唯一的救主 耶稣基督将生在伯利河 基督将生在伯利河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唯一的救主 所以你认识 承认基督吗? 相信基督 并得救 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心情是怎样的 你是否带着沉重的心来到教会呢? 你是否因为世上的一切问题和一切的问题感到无助呢? 无论你的心境是如何的 希望你能够在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要记得神与你同在 那就是圣诞节的信息 今天的确是蒙恩的一天 基督讲神 让我们一头祷告 给我们的带来 我们的兴言 我们的神经上 到以为了 我们的兴言 。